要说前段时间最忙的人 被王宝串莫属了 王宝串挖野菜又掀起了一股怀旧热潮 此热梗来源于2012年由陈浩铭 萱萱主演的电视剧薛平贵与王宝串 主角王宝串作为当朝宰相三女儿 善良又美丽 堪称投胎能手 可他一心要寻找真爱 为了乞丐薛平贵 不惜与父母三击掌 从此断绝关系 他靠着自己对爱情和伴侣的幻想 苦手寒瑶 挖野菜18年 为了向丈夫表明心意 发毒誓会为他守身如玉 就是这样的亲心相待 生死相随 挖野菜度日的王宝串 本来的却是原配变第三者的结局 饰演王宝串的萱萱 也在这一阵分潮中被炒上了热搜 有网友考古主演萱萱 当年接受采访的视频 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 萱萱斩钉截铁地表示 18年不可能 为了男朋友不要父亲 更是不能接受 把一手好牌打到稀烂的王宝串 让观众们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现实中的萱萱完全是王宝串的对照组 同样是投胎小门手 萱萱的人生经历 会称得上是优秀大女主啦 对于嫁进英识的萱萱而说 父母给予他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 更是精神上的指引 他们全力支持他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开阔眼界 在父母的鼓励下 品邪兼优 独立自主的萱萱 从13岁开始就一个人远渡重洋 前往帝国理工大学读书 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每年的假期 她会回国实习坐白领 丰富生活 增长见识 就是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精英女性 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彼时的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做白领只是为了碍失那工资 但她知道 在办公桌前打上半天的字 到点吃饭下班的生活 她不喜欢 被命运推着走的萱萱是幸运的 机缘巧合下 回到香港的她被星探邀请 接拍了一则巧克力广告 蓝角分明 五官端正中带着锐气 她自信大放的姿态意外收获了不少好评 TVB也慕名而来 邀请她做一名演员 在当时的香港 普通白领的薪资也很诱人 和演员不相上下 此时萱萱站在人身的路口 但这里没有红绿灯 她决定给自己三年时间 看看这条路是否这就是她想要的 1991年 萱萱第一次走进了片场 第一部戏千岁情人 就是和自己的偶像方忠信合作 当她坐在摩托车后座上 搂住方忠信时 满怀少女心事 激动又忐忑 兴奋的镜头还没过 她就发现演戏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拆礼物的戏 一遍又一遍地拍摄 包装袋拆了又装 装了又拆 她无错又尴尬 好在前辈们非常有耐心 不要紧 慢慢来 慢慢来 毕竟是独立能力强的学霸 很快她也摸索出自己演戏的诀窍 她一站在镜头前 便会全身心地投入 不加一丝犹豫 这种沉浸式表演 也就是传说中的体验派 她相信自己所饰演的人物 不是在演一部戏 而是在过一个人的一身 这样的方法 很能打动观众 厚重的刘海遮不住她的高颜值 开朗大方的笑容 让她在一众大牌中也不逊色 1999年在《刑事真机档案》LV中 演绎美丽又知性 面对感情认真 又洒脱的五乔军时 她的体验派技巧已经纯熟 当古天乐饰演的男主 和她分道扬镳后 即使已经走出戏盆 回到办公楼 她还是走不出悲伤的情绪 毫不顾忌地在人前痛哭出声 她甚至跑去和监制一起探讨剧情 希望给男女主一个好结局 就是这样较真又执拗的宣宣 才演活了五乔军 更是贫瘠这一角色 荣获万千心灰典礼的最佳女主角 年轻靓丽的萱萱追求者无数 无论是多金的富家公子 还是英俊的年轻演员 都倾慕这个发光的女子 当爱情来敲门的时候 自由的相风 不带着世俗的枷锁 在拍摄期间 萱萱和张卫健日久深情 比时张卫健是打酱油的穷小子 萱萱是家境阴窝的当家花旦 可两人都在真诚对待这份感情 即使女强男弱的组合 不被外人看好 萱萱是不在意这些的 面对男友的自卑 她不理解每个人都有起和落的阶段 我相信我终有一天会落 你也会升起来 但张卫健不同意 观念不同又不可调和时 分开是最明智的选择 他们和平分手 互相祝福 甜蜜的恋爱之后 她又清醒地离开 放下张卫健 萱萱开始了新恋情 1996年 她和容文汉在聚会上一见钟情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她会像大多数女明星一样 嫁入豪门 从此安心做个阔太太时 她却分手了 原来男方要求她婚后吸引 专心照顾家庭 当男友与她不断强调 一定要生孩子 一定要照顾孩子 不能再当演员时 萱萱问自己 我会因此后悔吗 她毫不思索给了答案 如果我听她的 我会后悔 良性的亲密关系是互相滋养 而当平衡被打破 就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得失了 就这样 萱萱再一次清醒地放下了过去 大踏步朝前走去 如果萱萱当时就答应了对方的求婚 说不定如今她不只是幸福少奶奶 更是几个孩子的母亲 而如果萱萱一直对结婚生子非常向往 多年后她应该会后悔这一段人生经历 之后萱萱还被传出和已婚人妇罗家良 因拍摄流经岁月有不一样的关系 当时萱萱的人气也下降了不少 随着罗家良的太太出面澄清事情才告一段落 萱萱在访谈中称早在她和张家辉合作时 张家辉就曾让她去坟场找男友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众人的惊恐 她在华氏版《倩女幽魂》中 饰演贱胆情心的烟红叶 不走心的挂面头 随便一袭红布系在井间 如此粗糙的装造 也挡不住截图都能看出的演技 她一人分饰两角色 舍弃为人的黑发红叶和霸道激进的白发红叶 在诸葛流云的帮助下 终于化解心魔 修成正果 该角色更是让她人气爆盆 眼惯了浅脆俐落的女强人 她也会尝试离开舒适区 在《爱情悠悠药草香》里 她是腹黑狠毒的大夫人 她的霸气不露于人前 而是阴酿内在的风暴 在最后一场情绪崩溃的戏 她一整天的情绪就在角色里 下工的时候 她就自己躲到一个房间里 不和别人讲话 只沉浸在自己打造的光影世界中 但是拍完之后 她自己觉得很开心 因为觉得自己尽了全力 其实这部电视剧在 萱萱的事业生涯中算是小水花 但她享受这种挑战 会让她拥有很大的满足感 对名利 她并非不追求 而是不抢求 对爱情 她亦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在后来的几段感情中 对象不乏名门贵子 但当对方要求她放弃事业 专心做一名豪门阔太时 她毅然转身离去 她说 我经济独立 不需要找一个男人 在经济上照顾我 正如只有古天乐这样评价他 娱乐圈千变万化 但他还是做自己 一次采访中他表示 想做试管婴儿 孩子的爸爸希望是古天乐 而古天乐则大方回应 如果需要 我随时乐意我帮忙 都没有问题的 这则趣闻被好友罗嘉良得之后 他竟对萱萱开玩笑道 难道我不是更好的选择 这一回应掀起了一股轩然大波 让人们纷纷猜测 两位明星之间的情感 和友情究竟是怎样的 网友们表达了 对于萱萱和古天乐的支持和祝福 身为他们之间的友情 和合作历史非常珍贵 无论是否走到一起 他们的友情都值得被尊重 有网友评论道 友情胜过爱情 这两位明星的关系 真的很让人感动 而如今 萱萱已然年过半百 持有价值上益的房产资产 无需为夫子或孩子操劳 自在的生活态度 令众人艳羡 接下精英的面纱 她也很咸鱼 对于萱萱来说 演戏既不是工作 也不是事业 而是兴趣 这也许就是 她和很多演员不同的地方 在不演戏的时候 她并不顾忌自己是否好看 不失粉带 穿着宽松的牛仔T恤 在街上遛狗 经常被媒体拍到自己邋遢的一面 爱吃的她在没有工作计划的时候 会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 直到开工前两个礼拜 火速调整自己的身材 曾有导演问过她 有什么目标 要拿到什么奖 但萱萱真的没有 还在做演员 是因为她还喜欢演戏 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去想 因为那不是我控制范围之内的 我就觉得反正观众喜欢看 我也喜欢去演 我就去演 因为体验派的演戏方式 所以她几乎每一部戏都会有绯闻 这是对她演技的认可 也带来了不少敌意 她又是个急性子 同族演员迟到 她的情绪全写在脸上 脾气差的名声远近闻名 也造成了不少困扰 萱萱的路走得太甚 偶尔的坎坷显得那样难以逾越 但她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去无视坎坷 她主张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想 通常的教育 引导着每一代人 都极力寻求解决方法 但不是每一件事都有解决方法 更多时候 人们改变不了客观事实 只能在时光的洗礼下 将往事化解 萱萱无疑是自我化解的高手 是反批瓦的典范 面对别人的质疑 她会自省 但不会盲从 在高层谈及发展计划时 她们殷切的目光 只落在年轻的男演员身上 即使萱萱坐在最前面 心直口快的她直接发问 我坐在你旁边 可以和我谈 而高层只有一句轻飘飘的回步 你演员迟早结婚身子 我不在你们身上浪费时间 即使影视剧中已经能写出 不是非要结婚才叫找到好归宿的金句 但一些人对于婚恋 还是有着思想上的禁锢 但萱萱不服 她就要在演员这条路上继续走 四十多岁的她 胶原蛋白流失了 脸上不可避免已经有了痕迹 当时的经纪人很刻薄地指责 你老了 你肥了 你没得做了 她感到难过 回家看着镜子里的脸沉思 确实老了 但也没那么差 而且就算演不了女主角了 哪个电视剧里没有婆婆妈妈 难过了不到五分钟 她又振作起来了 就是这样看似无所谓的心态 让萱萱能做她自己 而不是被裹削着去做别人眼中的萱萱 人生每一天都是好时候 曾经萱萱为了践行对公司的承诺 没有去拍电影 时过境迁 当肥天醒世力要萱萱参与演出时 她已经不再年轻了 她考虑到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能达到剧组要求增肥三十斤 因此婉言谢绝 最后这个角色花落胡杏儿 也让她一胖成名 卢欲问她感到后悔吗 她坦坦荡荡 胡杏儿比我更合适 出道三十年 她始终如一 做人最要紧的是开心啊 工作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 但生活着的每一天 都是好时候 当媒体在她面前有意提及圣女的话题时 她落落大方地纠正道 是圣女 分圣的圣